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双手长发就得自己给自己创了双手 没有双手无法生存 七五年报名残居入伍 等归了五年 当过兵回来之后 本来就一身的心胸啊 只想都想做点啥事 但是呢 意外造成事故 本自己双手砸掉了 伤残之后 尤其伤的很重 双手伤残 那一切的理想啊 全都破灭了 属于社会一个废人了嘛 我父亲当兵的时候 是最干净的 最喜欢干净的人 一双鞋就擦得贼亮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我父亲穿得不好 我就感觉心里边特别难受 那时候经济条件也去探讨过 到咱们长春的省城啊 价值部也去看来探讨过 一方面呢 做不起 而且这个价值呢 没有真正能够自立 后来之后你自己想嘛 干脆吧 还得自己创造 第一次研究的时候 就是写自己能吃饭 这个人力车这个车袋外在盒 然后做这个一个一个橡胶筒 来扣到胳膊上 然后你用我用我哥哥他们给帮着我 把勺子固定上 光吃饭不行 后来研究说我要使用工具了 然后我就 自己的动脑筋去琢磨考虑 黑白睡不着也得想的也是 我就研究橡胶的 能抓握的 能拿条是吧 能拿一些这个柴荷呀 饭铲子啊 敲啊 等等也可以 但是有一点 还是说抓握不牢固 橡胶的软的 我用铁来代替 给自己改制 制作这个什么 就是铁肘 开始呢 没有这个甲质 哎呀 相当难了 什么也做不到 后来之后 通过自己啊 这个一天就给自己制作这个甲质之后 现在基本难不住 什么都能做了 哎呀 心情也好多了啊 在印象当中吧 七八岁的时候 就知道是父亲失去双手了 但是他带着这个这个甲质 然后抱着我和我姐姐我们 就像铁壁超人似的 对我父亲敬佩 佩服 佩服我父亲这种坚强抑制的精神 啊 说起来的话 这个手吧 研究到今天 这种 实际不是一天两天 十几年 然后几十年的这个琢磨呀 自己研究吧 甚至一点时间改进而来 这种坚强抑制的 还要是有点什么 这个捏力还是超大一点 减压一点 也减掉压力 它就捏不碎它了 我下面现在是 看柿子能不能捏坏啊 这个还可以 但是也捏住坑了 2015年吧 又开始从事对外 就是制作这个甲织吧 前面是我车间 就在我家的后院 这个厂房车间 这个呢 是我的接待室 整个做一个手 一个甲织 有完整的这个 这个甲织呢 从设计到下料 做成品安装 这个大约的一个手 这四天嘛 最初的时候 我们有的一周左右 这个很多资产人呢 很多了解之后 来信的来电话的 等等方式来 来跟我联系 有的亲自来 老人做的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人性化 俩手干的事 以前是一个手 现在是俩手都能干的 回归我以前的生活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从80年上手之后 接近40年来吧 首先为自己打造了双手 同时你也帮助了 一千多人的职产人 为他们也打造了贴手 不仅仅我自己也好生存 我更想呢 帮助一些 我同名人 治产人呢 让他们也好生存 活得更轻松愉快些个 我能做到的事情 基本都让他们也能做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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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